男人一觉睡醒就发现丧尸病毒大爆发 随后他赶紧关上大门 跑到了天台查看 整个城市都寂静的可怕 只有几只丧尸在楼下散步 为了能活下去 他只能在楼层里寻找物资 结果还没走两步 一个丧尸就扑了过来 甚至还有一对丧尸母女紧随其后 男人见状立马关进房门 还在门口画了一个静止入内的标志 幸运的是 男人在另一家找到了一些能吃的东西 甚至还有一个能用的耳机 可临走时 楼梯口却出现了一个老年丧尸 好在他行动缓慢 男人赶紧用皮带把他关了起来 十天后 男人彻底崩溃了 他用力敲架子骨 发泄自己的情绪 但丧尸哪能忍得了这种动静 很快 男人就发现一群丧尸全部冲了过来 意识到丧尸能听动静养人后 他只能把躲在家里 不敢发出大动静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每天都会拿起望远镜 查看楼下有没有活人 结果这天他发现 楼下有一只幸存的小猫 走出楼下 一个丧尸就疯狂跑了过来 好在男人眼疾手快 从另一个车门逃了出去 但更可怕的是 男人的小腿已经被丧尸抓伤 随后他赶紧查看自己有没有变异 最终他决定自杀 但没想到他太困 直接睡着了